台南市有很多保隆族的欧带 今天第一次出事了好 就完全没接受过保隆的文化 台南市政府有教育局 为特别和这些孩子 可以背拥保隆的意识 认识传统的生活 所以特别与保隆族的小朋友 来跟新一乡的望向保隆 安排一阵保隆的文化提供 要认识和核心保隆族的文化 来自台南市的八十位高少学生 分作三组有望向保隆族人来断练 进行保隆顺利课典 有人介绍保隆族的传统故事 有人带到孩子认识传统地步的应用 这三天两名的文化还是流行 和这次来自台南的关注民孩子 看到很多都市中欧买到的文化体验 走不同的地方 然后认识这个部落的文化 你可以学习到自己的文化 我们这次的课程就是针对 就是我们布隆族的整个文化的课程 最基本就是主义的部分 传统割咬的部分 还有体验我们部落的 望向部落的整个生态 布隆族居住在这个地方 整个迁徙的部分 也会在我们讲师的部分 他们会很详细的跟我们小朋友说 当年来很多观众民族人为当纸跋 和纸跋 算得在东西 arkadaş 凉映出给带南出席的后一段 没什么机会会 Short time 部落人生自己的族群文化 为主台南市建护教教六年前 就开始办理这种部落文化 还是贏 为什么会带到部落来呢 就是怕孩子在都会长大 离部落太远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跟部落 有一些紧密的联合 让他们来学习部落的一些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让他体验各族 因为我们在台南有16个族群 所以我们希望这16个族群 我们轮流去 所以我们这6年去的都是不同的部落 那今年我们来到布农族的部落 来学习布农族的一些生活方式跟文化 头过三天两枚还是他们的口点 和先也感受到在都市看不到的 远向风景 这般人们也希望头过这种体验外党 背后这段小孩的部落一是一花 最重要的是爱记得自己的经典 哪个bt bén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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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的 Oscar finally 是太多